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罗寨 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还没死吗 不管怎么样 没事就好 但是我活着 你可就活不成了 罗寨 你说话客气点 小话道 没想到 几个月不见 你成了白家的人了 不过这样也好 你我之间的误会 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你觉得怎么样 活着的人 有什么事可以捉面上解决 可是死了的人 却有口难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管薛长春叫一天老大 他一辈子都是我老大 他被你害死 你总不会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吧 罗寨 你什么意思啊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你 小爷 好 择日不如壮日 既然都已经见了面 那就比试比试吧 老大 罗寨 难道我们就必须是敌人吗 你给我倒杯酒 师父 不能给他倒啊 师父 马太克 我 你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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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惚 鹿蛋 好样的 没想到罗湛出手这么狠 关键是他投靠了白莱莉 要我看 罗湛就是铁了心要向你报仇 所以才投靠了白莱莉 白莱莉也没安什么好心 他把罗湛收到旗下 摆明了是要利用罗湛来对付师傅 师傅 白莱莉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他一直对咱们镇东帮虎视眈眈 现在又拉拢了罗湛 看来早晚对我们不利 倒不如先发制人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我同意 师傅 阿勇说得对 我们一步步地忍让 会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的 好了 无论如何 现在不是时候 白莱莉分明是想暗中对付我们 要是我们先动手 就是给人家机会说我们 唯恐天下不乱 这样 岂不是对我们镇东帮更不利吗 马大哥说得对 冲动只会把事情闹得更糟 反而会中了白莱莉的奸计 可罗湛这小子欺人太深 马大哥能容他 我不能容 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苦头 这是我和罗湛的事 你们别管 师傅 罗湛无非是想为薛长春报仇 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把震东帮欠着进去 可是师傅 好了 我说了算 以后别提了 这下子连马永贞都万万没有想到啊 干得好 干得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下子连马永贞都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一趟辛苦你了 而且你也算是立了头功 来喝一杯 我罗湛已是老大的人 为老大做事是应该的 您不用对我客气 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是白家的人了 那你更应该知道 白老大是从来不喜欢被人拒绝的 罗湛 罗湛 你人老实 而且又是一条汉子 薛长春有你这样的左右手 是他的福分啊 可惜啊 一代萧雄 最终死在马永贞的手上 这马永贞越来越嚣张 连我白家都不放在眼里 薛老板对我有恩 我一定要马永贞血债谢偿 好 此仇不报 非君子 虽然现在薛老板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可以联手合作 对付马永贞 我一定给你一个 亲手报仇的机会 谢老大 还有 我这个人比较实际 只要是有真本事的人 我绝不会亏待他 好好的干 让我看看你罗湛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老大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也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老板 您交代的事已经卖头了 要不要用我 彻底下来 您不想 您 cust arrive 您请留下来 我还是要不允认 那 您请不允认 我真的不想这样 马永珍 虽然我和他没有什么交情 可是你知道 他也是条汉子 我敬重他 可是今天 我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他 我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男子汉大丈夫 做大事不拘小几 目前 我们必须把感情放在一边 我希望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当然值得 对了 段朗翠那边怎么样了 段朗翠 他是个头脑非常清楚 形势非常谨慎的人 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消息 实在不容易 不过 人无完人 我相信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他一段时间 就能找出破绽 哦 我走 我走 这是爱弥 以及 再谨慨的人 没什么 我是 啊 傻瓜 逗你的 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我才能出院 急生已经说了 再过几天 如果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 我知道 你不想在医院里过生日吧 过生日 对呀 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好了 我答应你 无论在什么地方 我都让你开开心心地过生日 来 把这粥吃完吧 好了 这就齐了 您走好啊 下次再来啊 马老板 您要挑首饰啊 你帮我挑对手环吗 您送什么人 我帮你参谋 参谋 总之呢 款式简简单单就可以了 有有有 您稍等一下 我去帮你调上好的款式 给你拿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听说你见到那个罗湛了 我没想到他还活着 更没想到这次见面 又成了对手 他以前跟着薛长春 现在又跟白来了一会儿呢 我就不明白 你说这小子 他怎么总也走不对自己的路 有时候他的选择不一定是错的 我们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对的 容真 话不能这么说 你跟他不一样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我有说在想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黄姐 黄姐 快别帮了 收摊吧 收摊现在还早着呢 收什么呀 你就别管了 快走吧 好好好 我真的看见巨齿了 你看见了 我真的看见了 绝对不会有错 世光 我跟你说 必须帮我找到巨齿 一定要找到他 行吧 行吧 我帮你查 啊 永真 我现在只想重新走我自己的路 以前的人 以前的事 我都不想再提了 为什么 你既然已经回来了 就证明你的心还在这里 我的心在哪里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的心里没有你了 不可能 你根本在骗自己 你也知道 我对你就没有变过 马老板 你现在是叱咤上海的风雨人物 而我 以前是一个细子 现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妇人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比我好十倍百倍的女人 这重要吗 这对我很重要 而且 我刚来上海 你跟段姑娘的事 我不是没有耳闻 我觉得她比我更适合跟你在一起 她是能够真正帮助你的人 这肯定是个误会 我跟冷脆只是 有真 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得见 段姑娘一直在你身边 默默地陪着你 帮助你 你真的不应该辜负她 我知道 我知道她对我很好 我也很感激她 可是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也很清楚 我也是你帮助过的人 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锯齿 锯齿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是我不想给我自己机会 我不想害你 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现在 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而我 只想平平淡淡地生活 你走吧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懂 我懂 我懂 其实我都懂 但是我想重新走我自己的路 而这条路上没有你 永正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祝你 祝你 一切都好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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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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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